江先生在杭州 萧山 雅义府小区有套房子 毛皮交付后 他一直忙着装修 因为小区位置比较特殊 他打算选择隔音效果比较好的窗户玻璃 因为我们的房子是处于萧山机场 那个起飞和降落的航道正下方 所以我想当时为了隔音好一点 睡眠好一点 那我必须要用夹胶玻璃 要做系统床 一个姓熊的经理在我们小区里面做团购 江先生提供了熊经理发的宣传图 上面写着中旅旅财门窗价格表 每平方米的价格从500多到700多不等 江先生在微信中询问对方地址 希望去现场看看厂房和产品 对方发来厂纸 杭州萧山盛东村370号 还说可以直接来厂里看看 江先生说 后来去了厂里 一位陈老板接待了他 他给我介绍了一些他们的用料 还有工艺 那还有比方说夹胶玻璃里面用的多厚的胶片 然后肯定不是用注胶的胶水 那我也就信任了他们的销售的那个说法 聊天记录中 江先生告诉熊经理 自卧要给父母住需要好一点的环境 因此自卧需要装6平方的夹胶玻璃 他认为这里的夹胶玻璃应该就是之前陈老板介绍的夹了胶片的玻璃 他特意了解了一下夹胶玻璃中夹胶片和注胶的区别 因为注胶的玻璃 据他们说他们说这个工艺是很老的 用在断条系统霜上面的话 过个几年紫外线照射之后它就会发黄 然后性能也不怎么好 那现在目前用在稍微好一点的系统霜上面 全部都是夹胶的玻璃 江先生说 后来熊经理拍照发来一张合同 预付款8600元 违款8000元 上面有张示意图写了夹胶两个字 不过没有明确是注胶还是胶片 江先生付完预付款后没几天发现不对劲 我突然想起来 我忘了跟他们确定 这个胶片到底是多少厚度的 我就打电话还有微信上面咨询了那个姓熊的经理 然后他回复跟我说 给你们用的是注胶的玻璃 我非常愤怒 因为我在你们厂里面了解到的信息 和你现在给我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找到杭州萧山区盛东村370号 这里有个中旅旅财系统门窗厂 厂里的陈老板表示 江先生找错人了 这件事和他没关系 你钱也没交到我这里 您和熊经理不是一家吗 你不去管这些东西 那他那个8000就要付给谁了 不是付的我说你付给谁我都不清楚 他 我是有这个合作关系的 您当时说的是他是您的股东 我没说过这话啊 都是老板 如果他负责销售 您当时是这么说的 那他是三大于是经销商吗 对不对 对 您的经销商 对 没错 你的钱交给谁的 你问谁购买的 你来找谁就对了 陈老板把记者和江先生请出了厂区 事情是不是像陈老板所说的那样呢 江先生拨打了熊经理的电话 之前我也不知道他跟陈总谈过什么事情 您当时为什么会发这个地址啊 因为我的材料都是这个厂提供的 但是您本人并不是这个厂的是吗 我们是合作关系 因为这个夹交玻璃也有注胶 也有胶片的 他当时也没跟我说 熊经理回应 江先生和陈老板聊的内容 他并不了解 因为江先生只提到了夹胶玻璃 没有明确是注胶还是胶片 他这边就准备了注胶玻璃 江先生表示 熊经理在他们小区接了不少业务 他了解到部分邻居对产品质量提出过不满 现在他也不信任熊经理了 既然您和这个厂老板不是一家 您自己进行经营活动的时候 你自己的营业执照叫什么名字啊 我用的全部是这个厂的 营业照也是用的这个厂的 因为物业要备案的呀 那您又不是这家公司的员工 难免会让业主不太信任呀 后来江先生反馈收到了退款 他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物业 要不要把黄青眼记住报道